俄罗斯首次发布告时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视频 因美军关注 美军打算联手SpaceX公司打造200颗卫星为其反导系统放哨 为何美军反导系统难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前幕9 俄罗斯首次发布告时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视频 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据俄方所说 这枚告时导弹在飞行4分半钟后 导弹成功命中450公里迈的目标 飞行速度超过8马赫 未来将装备俄海军新增的潜艇和水面潜艇 面对俄海军这种难以防御的武器 美军则联手SpaceX公司打造武装到天灵盖的卫星网 近日美国突然宣布将与L3哈里斯公司和SpaceX公司签署合同 由两家公司为其制造搭载红外线传感器的小型卫星 据悉 这项合同的总价值达到3.4亿美元 由8颗卫星组成L3哈里斯公司和SpaceX公司各制造4枚 而这些小型卫星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能够发现和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 据称 这些小型卫星可能会形成一个星座 由数百个天机传感器和通信节点组成的大规模早期预警网络 未来美军还将与SpaceX公司进行深度合作 在其早先提出的星链计划基础上 将整个预警网络拓展到200颗卫星上 美军认为这种由小型卫星组成的大型分布式反导预警网络 能够更迅速灵活有效地防范来自敌人的导弹攻击 看来美军也是被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逼到没办法了 竟然打算拿200颗卫星为美军的反导系统放哨 但这也让美军坐实了一届让外界怀疑久的事 此前在美国SpaceX公司提出所谓的星链计划后 外界一直怀疑这个项目可能与美军有关 但不管是SpaceX公司还是美军均否认这种说法 现在在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的压力下 美军可以说是不打自招了 美军之所以很难防御高超音速导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技术差距 虽然高超音速武器这个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出 但直到近两年才正式装备军队 而且目前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军被装备了 所以美军还来不及更新自己的防御系统 使其能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而通过卫星监控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 让美军反导系统具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提高成功拦绝的概率 这也算是美军的一种尝试 但是就在这一种反应的反应 这一种反应的反应 就像在这个反应 一种反应的反应 反应的反应